静子的效用 各位 静子 在风水上 其实静子他非常非常的好用 静子可以干嘛 可以造出漂亮的 以外他还能够干什么 在风水里面 静子他可以做什么事 静子他可以来反射 所以他会反射 我们之前有说过就可以怎样 来对准个煞 对不对 对准个煞 假如卫雄过来 拿着静子对着他 他就会被自己吓到了 趁着他还没来的时候 出卖他一下 这个就是一种反射 所以各位我们就知道说 静子他可以反射气场 所以你可以面对的煞 把这个煞气来的方向 这边用个静子 把他反射回去 可以了 你看 还可以怎么做 各位 他还可以怎么做 对的煞物 但是我们有说过 我们有说过 在静子 尽量不要在气口处摆放 为什么 因为 你假如 你在门的后面摆一个静子 除了你开门的时候 静子进来 他会反射以外 让他的静气效果变差 可能晚上 你精神比较差的时候 打开门 哇靠 突然看到自己 你也会吓一跳 所以 静子尽量 不要去摆在气口处 还有 窗口 他也是一个气口 你假如在窗户这边摆了静子 他也很容易 会导致 你的善气的效果 他是偏弱 善气的效果 他是偏弱的 所以各位 静子他具有反射的效果 第二个 静子他有什么效果 他有吸引的效果 刚好颠倒 他有吸引的 情况 各位 其实静子可以怎么用 因为你们一般都只会把他想作 是一种 反射的这一种现象 可是其实 静子 他还可以怎么玩呢 你家 是不是空荡荡的 但是 你家的外面 可能有好的风水 例如有拜堂水 有山 有河流 张莱星你好 这一些东西 你就可以把这个影像 因为静子会反射影像 把这个影像 反射 用静子反射 放到 你家 好的位置上 那这样子 你看着静子 里面就有 哦 有拜堂水 朝我家来 哦 这一边有河流 朝我家来 这一种的 也可以哦 以前我们就有这样用 不过 因为我的房间太过于小 再加上 不好瞧那个位置 所以到最后我就不用了 否则的话 各位 你可以把静子 因为静子会反射 影像 所以你就可以把他 外面好的景象 你把他反射到这个静子里面 然后放到你看得见的地方 他也一样会帮助 但是既然 他有这种效果 他当然也有副作用 就是 假如你外面是煞 来一个 闭刀 天斩煞 结果 你的静子刚好 反映了这一些景象 那你这样子长期在看的时候 你自然 就会被影响 所以静子各位 他是没有好坏之分 他就只有 作用 他就是一个工具 他没有所谓的好坏 你用的好 他就帮助你 你用不好 他就害你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他有反射的效果 结果 你把他摆错了 你没有对的煞气 结果你对的气孔 他帮你也是一样反射气场 他帮你反射气场 那就会变成是怎样 反射了以后 你家的劲气变弱 这样子 反而他就变成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 同样的 他有吸引的特质 他有吸引的特质 你可以把好的景象 吸过来 放在你家 同样的 你也可能 因为你随便乱摆 结果你的镜子里面出现的是不好的景象 那是对你而言 是不是 他也是一种不好的相 所以各位 你家的镜子 你要好好的去注意 你家的镜子 你要好好的去注意 因为他可能是让你家变好 或者同时也会变坏的一种的情况 所以各位 你要去注意这一个情况 所以当你了解的话 你就知道 镜子是可以拿来利用的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去利用他 而不是只知道了一半 而不知道另外一半 所以各位 好好的善用居家的镜子 但是你假如不会用的话 就不要用 所以一般在居家里面 我是不喜欢有镜子的 所以我家没有镜子 我们家唯一有镜子的 就是在你家的厕所 前面在那边刷牙 有一个镜子让我们看 其他的位置都没有镜子 因为镜子 他的问题蛮大的 你说你要有一个镜子 来讲的话 一般可能都是 在房间里面有一个梳妆镜 但是我们都知道镜子不要去 对到你的床铺 不然很容易会有 不良的情况发生 所以在居家里面 镜子 他是不好用的一种东西 用的好会加分 用不好会扣分 所以一般我们都不建议你们用 但是你会用的话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加分的一个东西 所以镜子的效用 他会反射 把气场反射回去 也可以把影像引进来 在这边 一个镜子在这里 结果 收定是一个拜堂水 有水流过来 尽财了 所以这个就是 镜子的两大功用 但是没有所谓的好坏 只有正确与否的使用 这是第一个跟各位分享的 镜子的效用